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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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土豆的朋友 大家好 咖哩是一個好地方 我們今天用一間時間來帶你來瞭解這個 這麼好的社區 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色 我在咖哩這個社區 這個行李二十七年 走遍大大小小的雞頭行為 這就很多鄉親和朋友和人家的支持 勇敢而發 感受到幸福 今天要把這個幸福報告給你知道 跟你分享 會帶來的 共同享樂 嘉義市是本島最迷秘的城市最小 是本島最小的城市 腹地大約六十平方公里 居住二十六萬的人口 民國七十一年 正式升格為省直轄市 到現在大概四十年的時間 那古早時代 自己說叫做足樓山 也叫做頭山 嘉義市是具有歷史淵遠的一個城市 人文匯粹 擁有畫都的這個美運 我們熟悉的這個最珍貴的台灣交子塔 工藝也是發展 從這個地方開始發展的 那是一個充滿熱情 跟藝術文化的藝術之多 我自己的小孩 在這塊土地土生土長 我肯定看到我們感受到 看到我們自己有八年代謝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第一 第一個優勢 嘉義市是全台灣密度第二的一個城市 僅次於台北市 這很多人知道 我們的人口密度是全台灣第二 人這個就會有經濟活動 探情做行李 就有足夠的空間 工作好吹 孩子就不用去撿土葬 第二個優勢 豐富的水資源 擁有南潭 仁義潭 兩座水庫 幾乎都不會欠水 欠水很辛苦 洗衣服 做工作都很不方便 兩座水庫 絕對有夠力 有一句話說遇水則發 我才喜歡 一發不可收拾 天天泡澡 享受美好人生 一個月水費不到500塊 可以說 選擇好的居住環境 比選股票更重要 長壽 快樂 第三個優勢 就是房價跟全台比較起來 跟其他的城市還是相對便宜 尤其住在都尉地區的朋友們 跟北條來帶家裡 馬上變完屋 第四個優勢 便利的交通網路 國道1號 國道3號 東西巷 家裡又地理位置又接近台灣的中央 玩樂 休閒 工作 都很方便 第五個優勢 綿密的醫療網 我們自己 疫區期的醫院 就12間 生老病死傷殘 都離不開醫療 擁有明密的醫療網 相對生命 更有保障 有些時候我先吃飯 在旁邊就沒了 要中央 趕上台去 這也算優勢 第六個優勢 小吃很多 有個小 最有名的就是火雞肉飯 手腕力也這麼多 彈權方塊書Q別 超豐益 而且我們這個區域 還這麼富人生意 讓人去看朋友的時候 手腕力都很煩惱 第七個優勢 停車場公園密度最大 跟二人有一個派食館 停車後有有6000塊 6000塊 要1萬塊 你如果說起來 就是停車最方便 你如果說到公園 你帶你們家的毛小孩去公園 去公園出一兩次了 你可以說就是 沒完沒了 不管是六個 六鳥 或者是六人 都有很好的去處 第八個優勢 所以比較慢 路大車子少 空氣又清新 當然這是每個人嚮往的生活 老人家燒車 都要打兩三個 我就祈禱 我就一個祈禱 我們都很大心 都把我們照顧 小孩 小孩如果有 補端平台看 這兩千萬 我都不照顧 要怎麼處理 年 小孩雖然變幽默 生活步調比較慢的環境 通常 比較快 比較快的環境 通常比較辛苦 老人家就沒體力了 人家都要死了 再有辦法 再你顧那個標誌 就比較難像我們這麼大心 簡單來說 家裡是這個 生活絕佳的環境 食衣住行育樂 相對佔盡優勢跟便利 豐富 具有人情味 兄弟 人就更容易健康 更容易存得到錢 反而大家來嘉義 長期定居 嘉義是絕對是一個 非常戰右式的選項 祝嘉義幸福喔 歡迎你